嘿大家好我是麦之素 今天咱们来看一部神秘村落被怪兽包围的悬疑剧情片 神秘村 好了电影开始 在一片森林之中 有一个神秘的小村庄 名叫神秘村 这里民风淳朴没有犯罪 百姓安居乐业 大家过着 也不是很幸福快乐的日子 因为这里的医疗条件实在不是很好 孩子们中途夭折的事实有发生 比如这位大叔的孩子 看不被日期 年仅七岁就去世了 每当有孩子去世之时 神秘村村长就会有所感叹 他们当初选择定居这里 真的是正确的吗 毕竟在森林的那边 就有一个富饶的镇子 以他们的药物制作水平 肯定能救回不少的孩子 那么为什么神秘村 不派人去镇上买些药回来呢 原因有二 其一村里人普遍认为 那个镇子是邪恶的人住的邪恶的地方 所以没人愿意跟那镇子扯上关系 其二就是主要原因了 因为在森林之中 有着一种神秘的红袍怪物 被村民们称为不能提的东西 据村长说 这种怪物已经多年没有越过边界了 他们好像与神秘村达成了某种约定 只要村民们不进森林 他们也就不来村子 双方相安无事 各过各的生活 由于怪物会被红色吸引 所以神秘村也禁止一切红色的东西出现 哪怕是野花野果 只要是红的 见到也得埋起来 然而即使是这样 村民们仍然每天过得心心吊胆 森林里怪物的嚎叫声 足以抹去每个人脸上的笑容 当然也有例外 那就是阿风 听到嚎叫声 他 没了嚎叫声 他 你是怪物的亲戚吗 这个表情 阿风呢 人如其名 人有点疯 而且除了疯之外 可能还有那么点暴力倾向 没事 总不喜欢打人玩 一旦他玩开了 还没人能拉得住 除了他最喜欢的女主 当阿风被女主抓住又在打人的时候 女主就会把他关进小黑屋 反省反省 可是如果阿风撒个娇 发个誓 说我不打人拉 女主也没那么狠心 还是会通融通融的 虽然阿风和女主关系很好 但其实女主只是作为盲人 把同样身有残疾的阿风 看作弟弟而已 他的心里早就有了别的心上人 那就是男主 男主在村里很是低调 平日里沉默寡言 但其实比谁都勇敢 在村里大叔的孩子去世之后 忧村忧民的他 就向元老们建议派他去镇上买药 救救孩子们 他不怕怪物 然而他不怕 元老们可怕 所以男主的提议 也一直都是被驳回的状态 男主这么优秀 自然也不会只有女主一人喜欢 这不 女主的姐姐也喜欢上了男主 而且姐姐这人心直口快 跟男主八字还没一瓶呢 他就跟他的父亲 也就是村长 聊了 我要嫁给他 随后去向男主表白 然后 女主知道 男主为什么拒绝他姐姐 因为男主真正喜欢的人 是女主啊 小时候 男主总是牵着女主的手 可是突然有一天 男主不牵了 甚至女主摔倒 他都不来服 从那时 女主就明白了 有时 我们不做我们想做的事 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们想做 这理论可以吧 可男主还没发表看法 阿峰就来搅局了 他摘了野果来送给女主 然而 这种野果 却是红色的 阿峰还带着男女主 去看了他摘野果的地方 两人这才发现 原来阿峰一直在偷偷地进入森林 摘野果 知道了阿峰的事之后 男主更加坚定了 去镇子买药的想法 既然阿峰进森林没事 那我肯定也没事 然而 元老们却再一次驳回了他的请求 男主的妈妈 为了打消男主去镇子的想法 还告诉男主 你父亲 就是在镇子被人抢劫杀死的 那里可不是你向往的天堂 妈妈还给男主透露 他们家 那个从未打开的箱子里 装的就是过去的悲伤回忆 那些东西时刻提醒着妈妈 不能忘记 虽然妈妈都这么劝了 但男主那颗忧村忧民的心 还是安耐不住 这天 他跟村里人一起去森林边界 刷保护色 看周围正好没人 于是男主偷偷走进了森林 在这里 他看到了阿峰摘过的红果子 以及一只红袍怪物 男主被吓得不轻 默默离开了森林 不过为时已晚 约定已经被打破 怪物们当晚就穿过边界 来到了村子 都会边界少站发出警告 大家及时躲进了地窖 才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第二天 元老们召开全村大会 他们认为 从怪物留下的红色印记来看 这次袭击应该只是一次警告 你们谁进森林了 快点说 男主敢作敢当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而村长也没怎么怪他 只是让村里人 往森林里扔了一大块肉 平息了怪物们的怒火 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女主的姐姐有了新的欣赏人 这天他们举行了婚礼 全村人都来了 十分热闹 但是婚礼还没进行一会儿 外面就传来了孩子们的尖叫声 紧接着 几个男孩跑来告诉村长 怪物又进村了 而且还留下了更多警告 村里的牲畜也都惨遭屠杀 尸体被剥皮 扔得到处都是 怪物怎么能这样呢 村长和男主妈都不敢相信 这发生的一切 而一股恐怖的氛围 也在神秘村蔓延开来 不过这种氛围 却达成了一件好事 男主由于担心女主 默默地来到女主家门口守护 女主一看 我果然没猜错 你喜欢我 喜欢就大声说出来 两人一顿斗嘴 男主终于向女主表了白 第二天 男女主相爱来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高兴 就连女主的姐姐 都为女主送上了祝福 要说唯一不高兴的 那也就只有阿风了 他哭着找到男主 一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表情 最后在男主回头的一瞬间 一刀捅进了男主的肚子 捅了男主之后 阿风仍然纠结不已 看男主还在挣扎 于是又捧上了几刀 等到阿风的父母再见到阿风的时候 他正在摇椅上 看着自己沾满禁忌颜色的双手 痛哭不已 男主很快也被人发现 他身受重伤 但还没有死去 然而 由于镇上糟糕的医疗能力 大家能为男主做的 也就只有祈祷 女主万箭俱灰 去小黑屋痛揍了阿风 随后来到元老们的面前 请求元老们允许他 前往镇子 为男主寻求智商的药物 在这个神秘村里 村长见过数不胜数的人们 因药物缺乏而丢失性命 村民们失去亲人的表情 在他脑中挥之不去 当初他来到神秘村 是为了追求良善与公义 而现在 眼看村民们痛苦而不作为 这还是当初的自己呢 于是在这种想法下 村长做出了决定 他要向女主说出一切 他带着女主来到一间 早已荒废的小屋 让女主往前摸 不一会儿就摸到了一双利爪 向那女主赶紧缩回了手 原来 所谓的怪物 都只是元老们假扮的 森林中的确曾传说有怪物 但那也只是个传说而已 村里的每个元老 都曾在镇上失去至亲 他们悲伤不已 甚至开始质疑生活有何意义 于是 他们一起来到这里 建立了神秘村 并且创造出了怪物传说 用来阻止村民们前往镇子 森林中嚎叫的是他们 入侵村落的也是他们 拿走生肉祭品的 还是他们 至于屠杀牲畜 虽然不知道是谁 但肯定也是一位元老 因为某个原因做的 元老们建立神秘村 只是想要保护自己的至亲们 他们无意伤害任何人 村长向女主请求原谅 并且希望女主 能够成为新一代元老 继续保护村民们 不受伤害 随后 他也同意了 女主前往镇子 去买药的请求 女主和两个男孩 很快出发 可没走出多远 两个男孩 就被吓回了村子 只剩女主独自前进 虽然知道 村里的红袍怪物 是元老们假扮的 但是别忘了 村长可还说过 森林里确实曾传说有怪物 所以晚上的森林 还是把女主吓得够呛 抛去怪物不谈 女主本身因为是盲人 也遇到了不少危险 比如差点掉进一个大坑里 好不容易从坑里爬出来 女主却发现 自己的手杖也断了 那就断得彻底一点吧 一撅 咔嚓 女主背后 也传来了数只被折断的声音 同时一系列恐怖的声音 逐渐靠近 吓得女主赶紧逃走 可是跑着跑着 他却来到了一大片红果子的中间 一转头 一只红袍怪物就站在他的背后 怪物袭来 女主撒腿就跑 不一会儿就跑回了刚才的那个大坑 女主心生一计 面朝大坑 张开了双手 怪物扑了上来 女主一个躲避 怪物失足掉了下去 此时画面回到了神秘村 阿峰的父母来给阿峰送饭 然而他们却发现 阿峰根本不在小黑屋里 而小黑屋地板下面藏的怪物服饰 也随阿峰一起消失了 这时他们才明白过来 之前那次牲畜屠杀事件 到底是谁干的 再看女主这边 穿着怪物服饰的阿峰 在大坑中痛苦地挣扎 他想大声呼救 但是却发不出声音 挣扎了一会儿 阿峰不动了 解决掉怪物 女主加快了脚步 很快就找到了父亲指示的小路 随后来到了一面 长满藤蔓的墙的下面 他奋力一跳 爬了上去 注意了啊 后面就是电影最后的真相了 这个真相可能会让你说出 我靠这个词 所以如果想留玄奸看电影的话 你知道怎么做的 如果不走的话 那我就继续说了 好 我说了 时间来到现代 帅帅是沃克自然保护区的 一名巡逻员 这天他在巡逻中发现 一位身穿古老服饰的女孩 正在翻越保护区的围墙 帅帅立即过去制止了女孩 然而女孩却说了一堆 他难以置信的话 女孩说 他住在森林里 他们村里有人受伤 需要药物 想让帅帅帅帮助他 帅帅询问了这个女孩的名字 女孩说 他叫女主 姓沃克 此时 在神秘村 村长打开了他家的一个箱子 里面有些报纸 有些照片 当年元老们聚在一起时 说过的话 再次在村长耳边响起 一位女士 他的姐姐在23岁时 被先接后杀 一位医生 他的哥哥在救人时 被毒贩击毙 一位姓沃克的人 他的富翁父亲 在睡梦中 被竞争对手杀死 这一群悲伤的人聚在一起 互相诉说着自己的往事 而他们其中的一个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神秘村 帅帅决定帮助女主 她回到警卫站 打算拿取一些药物 一旁的收音机里 拨着数不胜数的负面新闻 比如一位少女尸体被人发现 一颗炸弹爆炸 七名士兵死亡等等 帅帅拿上药物 带上工作梯 回到了遇到女主的地方 一转眼 女主已经回到了森林 她杀死怪物 带汇药品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村子 阿峰的母亲得到消息 失声哭泣 村长安慰她说 我们会厚葬阿峰的 而且你儿子的死 也让我们的故事成真 让我们可以继续维持这里 如果那是我们 仍然忠心期盼的东西 此时女主已经赶到 来到男主的床前 对男主说 我回来了 电影结束 神秘村是2004年的电影 导演是奈特·沙马兰 也就是灵异第六感的导演 自从灵异第六感之后 奈特的电影就一直备受争议 而神秘村这部电影呢 甚至被人称为 是奈特坑变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的 坑爹六部曲之一 但是看了电影之后呢 我觉得也没那么差嘛 虽然跟第六感没法比 但是优美的音乐 动人的情节 以及让人大呼 我靠的结局 说是一部好看的片子 还是不为过的吧 其实我觉得 大家只是想再一次看到 奈特拍出像第六感那样的片子 所以才对奈特的每一部电影 都寄予太高的期待 然后就期待越大 失望越大咯 好了 说回电影 神秘村展现了一个 凄美的爱情故事 也描绘出了一个 建在保护区里的桃花园 一群为了躲避争斗的人们 离开城市 想在这里开始只有爱的生活 但是他们没想到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 有爱的地方自然也就会有恨 阿峰的此 让元老们的红色怪物传说 可以继续流传下去 但谁又能保证 以后不会出现第二个 第三个阿峰呢 我是麦里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个关注 或者去我的微博微信看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